文运营包,欢迎个人转发分享。 前段时间,宝妈在看孕儿知识的时候,看到一个事件,说的是,一个家长不看说明书,让孩子乱吃药的事情。 一个小小的药片,竟然要了18个月孩子的生命,这是多么的粗心大意呢? 还是宝妈太着急了? 心里面很是慌张,宝妈就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原因,宝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泡腾片呢? 泡腾片富含外生素C,有帮助铁的吸收,维持肌肤和粘膜的作用,是一种吸引的片剂,放入水中可以快速的融化,会产生气泡和二氧化碳融入水中,喝的时候有种汽水的味道。 那么怎么去吃泡腾片呢?泡腾片要用温开水,或者会放凉的开水冲泡,不能落热水冲泡,热水冲泡会被养泡变质。 什么原因造成父母粗心大意? 孩子生病最着急的就是父母,很多的宝妈知道孩子生病了,都是希望生病的是自己不是孩子。 看着孩子生病的小脸,又是心疼,又是着急,希望孩子能赶紧好起来。 医生开玩耀急急光光的问完怎么吃就赶紧会回家,到家以后就开始给孩子吃,忘记了一煮是怎么说的,然后就造成了伤害。 王妈提醒各位父母,一,喂药之前紧记医生的嘱咐,二,喂药之前看看说明书,三,喂药之前腰背清楚先后顺序,四,紧记喂药以后不能吃的食物。 希望各位父母以后不要干这样的傻事情了,在平时不忙的时候多看看日儿知识。 不要没事抱着手机刷微博,聊天,为了孩子健康成长,我们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,这样才可以更好帮助孩子。 我是妈妈,两个孩子的妈妈,一名高级育婴时间剧插画师,有关孩子教育,生理,心理,营养,日常保健与护理等方面问题,问我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